就是我们的一个应用场景的不同 那大型圆区网WN的应用 我们主要是分这四个 主要的也是企业 然后是医院 然后高校 还有机场 在企业之中 我们的用户要求 基本上是 首先我们是要一个零覆盖 就是重点区域 普通区域 我们的一个覆盖率 用户肯定有一定的要求 第二个就是漫游 好漫游性 都是这个要求都是普遍成 都是普遍的 第三就是带宽 好 这个带宽的话 根据企业的办公系统的不同 它可能提出不同的要求 我又有视频会议的 经常使用视频服务的 那我可能要求 我们的带宽要高一点 一招以上两招这样的 那如果是医院的话 医院就比较不同了 一般的医院 它可能会要求 我漫游性肯定要好 我要无份漫游 因为大家想一下 医院在WRAN里面工作 有什么作用啊 其实医院的作用 其实很多在于医生查房 或者护士查房使用的 现在实际上我们 WRAN网络的发展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趋势啊 所有医院 很多大家都使用PAD了 用PAD来揭露 然后用来用那个掌杂终端 PDA 我们来揭露 医院的私有网络 然后可以查看病人的这个病例 以及病情啊等等等等 比我们正常的纸记录的会更加清晰直光 那某些医院可能还有特殊的要求啊 就比如说有些医院有个项目啊 就比如说有医院 它就要求 我要求我要看到CT片 我要看非常高清的图片 我要求你的带宽率 带宽率要带宽要非常大 就像这种的也是也是有可能的 医院就对漫游性要求比较高一点啊 要无份无份链接 就丢包不要超过太多 不要让他们的PDA召开链接之类的 那第三是我们的高校啊 高校大家肯定都非常了解了 高校就不同于我们的企业跟医院了 因为高校中我们有一般来说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网络 因为呃像校校园网吧 校园网我们通常是室内你在教室在图书馆在宿舍 我们都有不同的布置方式 那更其实这整个来讲呃更好的是布置是整个零覆盖 就是我们从进入园区的第一步开始 我们就有WM网络的覆盖了 呃这个就非常好了 因为像现有的高校吧 很多是基于我们只是在宿舍内有 我们在图书馆里面有这个WM网络 在教室里面可能也有 那在室外开放区域可能还没有这个覆盖 我认为这也是一个一个趋势 就是进行园区网全覆盖 我们室外室内都要进行一个WM网络的部署 啊高校大家大家都知道啊 是一个非常啊可以说是学习生活的地方 草坪啊啊隐秘的小花园啊是不是都是比较适合部署WM网络的 那啊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机场啊 机场其实这只是一个范例啊 不只单止机场机场可以想到是我们像我们的火车后车站啊 我们的公共汽车后车厅啊都是一样的 就是特点是什么特点是我们的流动性非常大 我们的乘客啊都是来来回回来来去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想了啊 那流动性比较大我们的不同点是什么 那不同于这其他三个是这边我们更多的采用 其实就是一个啊Portal认证吧 可以说认证方式上存在一个不同 那在医院啊高校啊企业啊我们都可以采用一个802.1X的认证 这种都是比较适合的 不同的场景我们可能具体应用的一些认证方式是不同的 那这就是我们一个整体一个大型员区网WM的应用 好 好